抬头没风景的季节就低头看苔藓吧 日本苔藓女孩风潮正夯 青森县的澳入赖溪流 以红叶和绿印闻名全日本 即使入冬 也有冰铺奇景可赏 不过到了初春 绿叶尚未发芽 在我看来是来错了季节 但当地日本人却不这么认为 还告诉我一个目前正夯的新名词 苔藓女孩 苔藓女孩所指的是会特别走出户外 花数小时观察苔藓 并接此舒压的女性 据统计 全日本共有1800种苔藓 而澳入赖溪流域 即拥有六分之一种 分布在朽木 树干 岩石 稀石之上 生态丰富 因此被日本显台类学会 认证为日本珍贵苔藓森林 不断长出又腐烂的苔藓 提供森林植物生长养分 丰富了澳入赖溪流植被 因此在地人称苔藓为小澳入赖 当地饭店顺应苔藓经济 推出苔藓造型餐点 苔藓房 苔藓植栽 苔藓导览 免费提供棒大镜及指南书 让游客自意欣赏苔藓之美 游客也可到临近的澳入赖溪流馆 与工坊体验苔藓球DIY 虽说因法规限制 日本的苔藓球不可吸入台湾 然而台湾环境倒是比日本更适合种植苔藓 也许这股上台风潮 过不久也会吹来国内哦 东新闻真的好台 报道